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描绘成天堂一般 把其他国家贬低得一文不值 这为美国吸引了大量高级人才 对这些人美国自然是另眼相待 而还有一些被美国蛊惑的所谓人才就没那么幸运了 7月7日观察者网原以美国房屋新闻网站消息称 美国国防部已经决定 清退40名在美国临时停留人员中 招募了掌握特殊语言或医疗技能新兵 这些新兵持有留学护照或是在美国身行政治避难的人员 美军中还有一千余名 在2015年到2016年 招募的同类新兵至今仍在带港 美国媒体猜测五角大楼会把这些人全部清退 美国国防部虽然称不会把所有人都清退 但是却表示即使他们正式服役 由于新的移民政策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获得美国国籍 这无疑是给这些向往美国生活的人当头一棒 即使你到战场上为华尔街去卖命 他们也不会给你梦寐以求的美国国籍 换句话说就是效忠美国服务美国都可以 得到美国国籍就别想了 美国除尔反尔无疑是拿国家权威开玩笑 2009年美军启动了一项名为军队引入对国家利益有关键需求的招募项目 简称MABMI 人员选择的范围很耐人寻味 主要从石流 学护照和政治必纳的在美临时停留人员中招 条件是这些人员 掌握特殊语言或医疗技能 所需要的语言种类主要是非洲东南亚中国印度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 从这份名单就能看出这些地区都是美国重点关照的地区 美国在试图影响持这些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人民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按照美国一贯的单营思维 这些人入职后所从事的工作 大概不会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 甚至是越出卖自己的祖国五角大楼会越高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可能演变为又是当事人出卖祖籍国的项目 美国也不打算给予承诺过的国籍奖励 MAVNI项目从2009年开始 共招收10400名士兵 2016年奥巴马要求加强美军的非警审查 该项目实际上被冻结 但仍有一千名根据该计划招募的新兵尚未分配 他们无法通过审查参加工作 2017年10月马蒂斯对加强背景审查做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这些新兵必须在三年内开始基础训练 否则将会被开除 对于2015-16年间招募的新兵来说 这个实现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等来的将是美国梦的破灭 美国虽然嘴上讲法治和契约 但是在对待别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早就把这些抛到一边了 说退就退 说费就费 一点也不啰嗦 17年6月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17年10月12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8年6月19日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退到后来美国甚至威胁要退出欧洲的房屋支柱北约 把欧洲国家下了个半死 美国想要不遵守合约 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推翻 哪怕是当初自己签字的 18年5月8日 特朗普不顾其他各方的强烈反对 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此举引发的严重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伊朗声称要重启油浓缩活动 而为了加大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第五舰队要切断伊朗的石油运输通道 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 此举更激怒了伊朗回应美国要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让海湾的石油一滴也运不出去 为此还针对性地进行了军事演习 以辅决不向美国拖鞋的架势 叙利亚战事未夕 美国又要挑起对伊朗的战火 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 特朗普都有点些私底里了 对国际组织 美国说退就退 对有军事合约的盟友 美国也丝毫不客气 为了多敲诈点钱 特朗普在欧洲威胁 要把美军从德国撤走 在亚洲则警告日本和韩国不多出钱就要走人 甚至在未知会韩国的情况下 就单方面决定暂停两国的军演 一点也不把韩国这个小伙伴放在眼里 对待国际组织和自己的盟友 美国上且如此硬心肠 对于向往美国生活的个人来说 特朗普更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 像妈不一样 用完了就扔一点 而也不奇怪 已经有40人被侵退了 剩下的人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是特朗普敲碎了他们的美国梦 醒来他们会发现 美国的空气并不是